北京城的规划是相当严谨完整的 由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 主要的建筑都坐落于这条中轴线上 而过去祭祀的坛庙 包括天坛 地坛 日坛 月坛 也都是沿着这条中轴线做配置的 对称而和谐 而且还有深远的意涵 坛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 它的严格变迁也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认识谭庙文化也能让我们更加了解中华文化的脉络 每一个时期的谭庙建筑都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就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节目 一起来了解北京的发展历史吧 北京是一座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城市 最早是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 辽代把北京作为陪都称之为燕京 经灭辽之后迁都于此称为中都 到了元代改称大都 名称主朱棣从南京迁都于此之后呢 改称北京 名称就这么沿用至清代 并且造就明清两代的辉煌文化底蕴 一提到皇家文化 北京的九坛八庙必定是被提及的 像是九坛当中 又以天坛 地坛 日坛 月坛 跟仙农坛最具代表性 他们的作用就是用来祭祀 皇帝既被称为天子 皇帝借着跟上天之间的连结 祈求风调雨顺 国运昌龙 也就成为国家大事 所以祭祀就被皇家认为是 最重要跟最高规格的大型活动 当年为了减少祭祀时的路途往返 所以在北京修建著名的九坛八庙 天坛就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建筑 拥有崇高无比的地位 也是现存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 天坛是北京天地日月珠坛之首 它也是现今被保留下来 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 是一个典型的坛庙 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 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都会到此地 祭天祈鼓 而无论是从架构 美学或是力学的角度来看 它都是一个举世无双 除蕾拔萃的建筑杰作 而过去的一个祭祀坛庙发展到今天 因为广直松博的缘故 也演变成一个旅游的景点 北京附近的居民 也都会选择来到此地散步 开启一片美丽的早晨 我们现在就带着大家 一起到天坛公园里逛逛 天坛在1918年开闭为公园 正式对外开放 总面积大约273万平方公尺 天坛是北京城南的一座大型园林 不仅游客喜欢前来 附近的居民呢 把天坛当作自己的后花园 在此地从事各种的休闲活动 天坛分为内坛 外坛 布局严谨周密 并且建筑精致优美 形似一个回字形 外坛墙体周长达6.5公里 斋工是皇帝进行斋戒的场所 在皇家的各种祭祀建筑当中 都兴建有斋工 天坛的斋工是现存最完整的斋工 坐落在天坛 圆秋坛城真门外 坐西朝东 有着两层宫墙 外层叫做砖城 内层叫做紫墙 整个斋工层层设房 石桥前方南北呢 各有朝房五间 它是四位跟进军的临时住所 整体建筑幽静清雅 天坛始建在明朝永乐年间 圆秋坛是天坛的重要建筑 这是皇帝举行祭天大典的地方 位在天坛北面的祁年殿呢 也是广为人知的建筑 明嘉靖年间曾经改建 当时以三层岩为三色瓦 从上至下 依次是蓝代表浩天 黄代表皇帝 绿代表百姓 但是在清乾隆年间整修的时候 把三层瓦盐一律改为蓝色 象征着天从此就沿用下来了 秦年殿高三十八公尺 堂皇霸气 它是天坛之内最雄伟壮丽的建筑 在六宝顶下的雷公柱呢 则象征皇帝一统天下 过去的天坛门禁森严 百姓不得其门而入 跟现在景象是大不相同的 民国成立之后 天坛不再举行任何祭祀活动 仅仅作为历史建筑保留着 根据老北京的说法 游览北京要从东丹西寺古楼前 五坛八庙颐和园开始 但光就是一个天坛就充满了故事 如果想要深度探游皇城脚下 没有十天半个月 恐怕连边都沾不上的 与天坛相呼应的是地坛 天坛位在紫禁城的东南边 地坛则位在紫禁城的东北边 借以符合中国古代的天南地北之说 地坛是明清两代时期 皇帝祭祀土地神的场所 它现在也是一个公园 那在地坛公园里面 也保留了许多明清时期的古建筑 景色非常的优美 最美的时候其实是深秋时节 那时候银杏的黄叶会遮蔽整个天空 感觉非常的梦幻 很适合前来这里摄影拍照 另外地坛以及天坛是相对呼应的 古人有天南地北 天原地方之说 所以天坛在南方 地坛就在北方 而天坛里面的建筑都是圆形的 地坛的建筑呢 就像我身后你们所看到的 都是方形的 很有趣吧 我们现在就带着大家 一起来好好认识地坛公园 地坛跟天坛相比较 规格自然小了一些 方泽坛则是地坛祭祀的主要场所 古人的祭祀活动分为祭天跟祭地 这是因为天地是不同的属性 必须要区分进行 一般是以天作为天子的象征 以地作为皇后的象征 因此祭天跟祭地 自然有着不同的规格跟礼仪形式 除此也符合大地之母的说法 意味大地是由后土女神所开创 因此祭地主要是希望这块土地 能够更加肥沃 在过去以小农为主的经济体制之下 只有透过不断地耕种 才能让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来 所以祭地就如同现金叩拜财神爷一样 求的是富国富民 北京地毯的植被覆盖率很高 周围的百年古树将近一百七十株 皇旗世事地毯的主要建筑 明清两代是供奉皇帝旗 五岳 五镇 四海 四独 武陵山神位的地方 从前每次祭祀的时候 皇帝可是并不轻松的 需要跪拜达七十多次 才能够完成整个的仪式